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齐哥 这一节我们来讲讲帕金森定律 很多人 很多企业最后是怎么废掉的 就是因为受到帕金森定律的影响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就明白了 有这么一家制造型企业 它建造了一个仓库存放设备零件 工作虽然不多 但总得找个人管 于是总经理找到了自己远方亲戚来当仓库管理员 这仓库管理员干了一段时间之后 说晚上有动静 能不能配个保安 于是总经理又给他配了个保安 保安又说话了 说他这一个晚上巡逻不行 他怕 万一出事管不了 于是他需要结伴巡逻 于是又多配了一个保安 仓库管理员又发现 每个月要提交仓库的零件报表 自己电脑不太懂 接着他提出能不能配备一个会使用电脑的 于是总经理又配备了一个文员 后面又有不断的人员增加 这一年后仓库部从一个人增加到六个人 管理成本高达一百万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帕金森定律 这帕金森的定律是怎么来的 这个名字其实来自于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管理学家帕金森 这老同志他同时也是哈佛大学的教授 在1975年的时候 帕金森在马来西亚度假的时候 他悟出了著名的帕金森定律 他和莫菲定律比的原理一起被称为 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的三大发现 帕金森得出的结论就是 在行政管理当中 行政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不断的增多 行政的人员会不断的膨胀 每个人都很忙 但是组织效率会越来越低下 阿金森定律产生的条件有四个 第一必须要有一个组织 大到国家的行政部门小到微型企业 二权力对管理者而言可能会丧失 这个条件是不可少的 否则就不能解释 为什么要找两个不如自己的人去做助手 而不选择一个比自己强的 三 管理者能力极其平庸 他在组织中的角色扮演不称职 因为如果称职的话 他就不必要寻找帮手了 第四 这个组织一定是一个不断完善的组织 因为如此 才能不断的吸引新人来补充管理团队 形成帕金森定律 以上条件缺一不可 帕金森定律会对我们的个人和企业有什么影响呢 比如针对个人 帕金森认为 工作的会自动占满一个人所用的所有时间 就像明明一个小时可以干完的事 他偏偏要占用八个小时 这样不但不会感到工作轻松 相反会因为工作的闲散拖拉 而感到非常的苦闷和劳累 这就是拖延症 第二 企业方面 比如很多高管 可能会因为工作疲劳 而去招几个比自己差的人来分担工作 他不会招能力高的人 因为他怕被取代 最后他招的水平低的人来了以后 同样也会觉得工作劳累 然后就会去招更多低水平的人来分担工作 这样的做法并不会让自己的工作变得轻松 也不会让企业变得更好 只会让企业压力越来越大 成本越来越高 工作越来越繁琐 效率却越来越低下 那么我们如何突破帕金森定律呢 第一 建立公平公正的招聘制度 禁止直属上司拥有绝对的聘用权 第二 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 人力资源部门 根据企业的战略和管理要求 这个定期就要举办新技术 新知识培训班 不断的提高人员的管理水平 让一个平庸的管理者成长为合格的管理者 第三 建立人港匹配的绩效考核制度 比如对管理者的进行绩效考核 为了避免管理者招聘庸才 可以设置人才考核项 管理者的必须每年向上 输送各类人才 技术性管理性等等 作为管理人员 他的绩效考核标准之一 总结啊 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 有一句管理名言 即使将过所有的工厂设备市场 资金全部都拿走 只要留下我的核心成员 四年以后 我仍然是一个钢铁大王 可见这位钢铁大王的公司管理 是多么牛逼 多么的会用人才和知人善人啊 卡内基去世以后呢 他的墓碑上镌刻着 这里安葬着一个人 他最擅长将那些强过自己的人 组织到他的管理机构 为他工作 这不就是刘邦吗 这句话不仅是对卡内基 一生的高度评价 更是给每一个管理者 一个深刻的提示啊 如果你想规避 帕金森定律 就必须懂得重用 真正比你牛逼的人 好 这节课到这就结束了 格局打开出去吗 我们下一期再见